针刀店也开了 小日子也过起来了 这该生孩子了吧 咱结婚成家 我先带你见一个人 哇 小宝贝 来来来 谢谢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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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来来来 好美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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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这些 小宝贝 找妈妈去 大家打个账号 飞飞一个 好酸啊 飞飞一个 来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宝宝 这是熟大 打个账号 打个账号 好 文国你好棒啊 儿子也挺乖的 是吗 挺乖的 我在怀孪的时候 我压根就不知道 我怀孕了 就是有一次我们去体检 在做臂巢的时候 没换过 我也寠сл 我当然 是怎么阿 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还是顺惨 太厉害了 有蛋糕店 有可爱的儿子 有你们甜蜜的爱情 生活没有任何风波 我老公就是 因为他很单纯 然后特别善良 然后他就是听信了一个朋友 然后那个朋友说 有一个投资 最少是投资一万嘛 就是一万的话 能再短短半个月 然后就可以给你 一千块钱利息 就很傻 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 其实我 我觉得是不信的 但是他就信一次吧 然后我行 那就信一次吧 一万 一万就是试试看 结果一万给了 确实是连门带西的都给我了 那时候孩子已经两个月了 然后我就想顾我那生 我因为第二生也可以 然后就是第二也挺好的 就是不想说冒这个血 我就说不同意 然后 我老公私自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东奔西凑 管朋友借 管家人借 并且管 把电 因为我在忙 孩子们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 那样时间也没有管掉了 然后他把电也给兑出去了 我当时筹了多少钱 六十万 可是 算是 血本贵 真的 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 我 我伤心的不是说 是这个钱 我伤心的是 他 他太好骗了 太傻 太善良了 而且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去把这个钱 去让他朋友去投资 真的 这点是让我 先生当时也是希望能够 有机会多赚点钱 对 对 然后 但是就是 特别相信他吧 这个公司是跑掉了是吗 对 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孩子才两个月的时候 真的 那个时候我是 真的 就是突然之间 一下子 六十块没了 是傻概念 真的 而且他这个 亲朋好友 都喷吸豆了些 但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然后我们又重新 凑了点钱 然后我们又开了一家蛋糕店 又从真起锅 开张了 那这个蛋糕店生意怎么样 还是很火 因为傻 因为现在的顾客还依然在 那我放心了 其实六十万 说小这笔数字也不行 但说大 其实我们通过努力去工作 还是很有机会 管上的 现在占卜管都怎么样了 还没有 不客气